上一行 行劇 嗯嗯嗯嗯 然後你過來看 這邊就沒有看不到豬劇 哦 豬 它是一條 一整條的 嗯嗯嗯嗯 比較密號 對 等於它根座上面就比較集約就對了 沒有 它其實我們是算它的種子量是 沒有改變差異太大 因為它的種子量是 跟我們插秧的量 我們是有一起去重新計算過 嗯 就是不會跟插秧的 收成量不會有的 不會多太多的種子量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不用育苗 嗯 不用育苗我們可以直接 省人力成本 嗯哼 對 那這樣差多少 差的話 以前前面要育秧嘛 育秧如果我們就不算育秧 我們跟人家買羊苗插秧的話 跟自己直播這樣 我們將近可以差一萬塊 差一萬塊的人工 一公頃 一公頃 人事費可能 就是我們的成本 我們就可以差一萬 哦 省下一萬 先省一萬 那水呢 聽說是不是也比較省水 水還 比較省 水比較省 只是我們現在還在計算 還在計算 水的這個部分 還不太明確 有數字出來 還沒有數據 它主要是省在哪一個階段 省水的話 因為我前面不用打田插秧啊 嗯哼 我不用打田插秧的時候 我就省水 不用 就是田可能要先進過 不用我直接是乾的 嗯哼 乾燥的 農委會 他們在跟我們 收集這樣的資訊 嗯 嗯 他想要知道說 我們到底省多少水 我們可以多少 集中利用水的資源 對 可是你們已經三期了 完全沒有忽 沒辦法忽嗎 今年才開始收集資料 前幾年是我在做 就是直播的test 怎麼讓它整齊化 怎麼讓它量化 讓它就是 更能機械化這樣 但是你也注意到水 確實有一省 但是省多少 今年才開始要 對 詳細了解 是 因為我一定要有東西出來 給人家看 人家才有辦法來跟我們 是 刻意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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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